一眼我來到英國已經一個月多一點 現在各樣東西都盡量適應 因為初來報到真的沒有資格深入去分析什麼 不過一些表面初步的感覺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沒有去到大城市 很多香港人去了曼城、倫敦那些地方 我這個基本上就是一個在英國南部的一個城市 跟歐洲其他地方一樣 都很山很水 周圍的環境都很寧靜 空氣很好 這個相比香港當然香港很難比 香港當然方便很多 這裡你買東西都要駕車下去 也沒有那麼多食肆 樣子都要自己煮 不過如果你說買東西食材那方面 我發覺這邊真的選擇會多過香港很多 肉類、奶類、牛油、食材質素都有些保證 也叫做肉的 叫做有肉味一點 你買蘑菇 蘑菇也都香很多 香港那些很多時候 一般那些貨色都很難期望有什麼好的質素 如果你真的喜歡進廚房煮幾尾的話 其實這裡也挺適合你 當然你要說經常都要敷朋友 經常要出去吃東西的話 那相對這裡可能選擇就沒有那麼多 那倫敦會好一點 小鎮好像我們這些就是差一點 不過比我想像中已經好很多了 我十幾二十年前就經常來這邊就要考試 雖然它不是留很長時間 那通常都是幾天啊 一個禮拜啊 我試過最長留兩個禮拜這樣 那那個年代真的吃東西選擇 尤其是亞洲的食物呢 就少很多的 那基本上來說呢 就除非你真的肯去那些比較貴少少的西餐廳 那如果不是呢 那些東西都頗難吃的 那但是今次呢 我又發覺亞洲人呢 就似乎有多過以前很多 就是亞洲食物的選擇呢 也都多過以前很多 那你說出去吃 比如吃一些越南野 吃一些泰國野野 那它可能比香港貴少少啦 那這個都叫做market town 就是說呢 一星期四五六呢 就有少少有些襯虛 那樣的 就是說在市中心那裏呢 就會有一些 檔口仔開了出來 賣一些各類的食品 比如一些bago 賣一些牙買家食物 德國香腸啊 泰國的食物啊 那每個禮拜都有的 那譬如尤其是 我很喜歡光顧一間 就是泰國一個 就是一架 VN仔 就是一個VN仔 賣泰國食物 那它的咖喱呢 譬如有些的 青咖喱啊 那有一些 就是類似紅咖喱 其實不是紅咖喱 它告訴我 我知道不是紅咖喱來的 那它又告訴我 就是另外的咖喱 那吃起來呢 真的不太差得過九龍城 那價錢呢 可能比九龍城貴少少 那當然它沒有說真的 好像 你以前在九龍城吃到龍嶼那裏 那裏 那裏 炒菜啊 那麽多種食物 那麽選擇啊 那這樣 但是呢 如果你純粹咖喱來說 真的都不太差過九龍城的 而中國餐館也肯賣一些不是傳統中菜館賣雜稅 我這間中菜館也會賣毛家紅燒肉、新疆式羊排 也有乾鍋肥腸、雙菜 我以前都很喜歡回深圳、廣州吃那些 那些味道當然有一段距離 但也不是差得很遠 價錢當然大家都很少回內地 早十年八載我都經常回內地去吃東西 價錢大家都知道近年你去商場去吃那些 上海菜、村菜、杭州菜那些 其實已經相當不便宜了 跟香港價錢有得比 所以相比現在這裡的價錢 其實跟內地的大商場吃就差不多很遠 味道當然是差了一點 但是如果你真是思香的話 那這裡吃到的亞洲味道也不會貴得很厲害 也可以解一下香愁 拉拉雜雜跟大家說一些英國的初步印象 整體來說都比我想像中容易適應一些 有些人會想我講有沒有種族歧視 如果大家想我講這方面 大家可以留言告訴我 下次就跟大家講一下有沒有種族歧視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留言點讚訂閱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